埃及不是三千年前的埃及人 那些埃及人絕種了 現在所說的這些人 其實只不過是阿拉伯人 所以你會看到 真真正正最古老仍然存在的民族 在中東只有以色列人 其他人在第二次世界大之前 全部都是土耳其人 全部是住在土耳其的國家裏面 第二個理由是 說到歷史上已經證明以色列人有權 居住在這個土地 原因很簡單 因為在歷史上我們知道以色列被羅馬滅國 在羅馬滅國之後 他們有兩次離開本土 一個是主後70年 一個是主後135年 在這段時間當中 我們發現那塊地可以說是荒廢了 在700年前 土耳其就掌管了這個地方 但問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英國就發現土耳其是 幫助德國 所以 英國想去懲罰土耳其 就決定去收了 這個聖地 這個耶路撒冷 這個中東的這塊地帶 但是在裡面 其實有一個很有趣的奇蹟 這個奇蹟又再加上 幾個演變 導致 輾轉之間 這塊地下了以色列手中 為什麼呢 第一個奇蹟就是 原來當時英國派去的 將軍艾倫比 這個人其實是一個基督 他是相信聖經的 事實上他去到哪裏 也會帶著一本聖經 所以他就知道耶路撒冷是多麼重要 多麼神聖 於是因為他是正派去 侵略和佔領 耶路撒冷的一個將軍 在那一晚他要和土耳其開戰 而奪回耶路撒冷之前 這個人去討告神 他說神知道這個聖地很重要 求神讓他 不破壞耶路撒冷底下 得到這塊地 而那一晚 他有感動 派一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商業機 去偵察 很有趣 原因 這個商業機 就是整個神的權 因為原來土耳其人沒有見過飛機 當時 當這個飛機飛到去的時候 人們看到這隻是甚麼來的 會飛過 然後人們就傳說 他說明天 艾倫比會打我們 這就是他把我們的飛機 土耳其人聽了之後 便腳軟了 因為艾倫比這個字 在土耳其文 就是 神差利 又或者是 利智神的先知 這就是他們的意思 在他們來說 有一隻這樣的東西 跟著這個神的先知 他們就不敢為抗神 於是 竟然 一廢一兵一卒 他們完全沒有抵抗之下 英國接收了當時的义路撒冷 這件事只是一個引子 第二件事 最主要原因是 當時英國欠了 猶太人的 人情 因為當時他們打仗的時候 第一 猶太人在經濟上支持 而第二最主要就是 因為他們不斷要把一些 燒酸甲 這些燒酸甲本身是用來製造 消化金油 由他們的殖民地 運到英國 但是因為當時德國的 Yubo 運一架 打架 所以這些燒酸甲 全部都落水底 所以英國當時就很麻煩 但是有一個猶太裔的 法學家 魏智曼博士 發明了一個方法 在英國本土自己可以製造 這一種的 燒酸甲 所以 就不用再去 這些 他自己的殖民地 拿回這件事 所以他覺得他欠了這個人情 而實際在當時 英國在1917年 重新 答應了以色列人 會給 尤勒撒冷這個地方 讓他們成為他們的國家 再次立國 事實上 在1917年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 當時的尤勒撒冷是一塊荒地 因為很出名的 黑套溫 他自己親自去過尤勒撒冷 在他的 自己的著作當中 說到1867年的時候 他去這個地方 他說不僅連整個行程 橄欖樹也沒有 他說連先人掌也種不到 他說全個行程當中 從頭到尾看不到一個人 實際上現在我們所說的 巴勒撒冷人 當時甚至不存在 在那一塊地方 1913年 很多文獻都記載 由埃及金字塔 基薩這一道 一直向 以色列那邊走 沿途是一個人都沒有 是的 因為那裡是一塊 坊地 但是就是所謂 秀田沒有人肩肩肩肩 因為全世界 除了以色列人之外 沒有人類 可以將那裡 變回一塊肥肉的地方 沒有 只有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當中 變回肥肉的地方 每個人都來爭 每個人都說 以色列人沒有資格在這裏 我們在這裏的元祖 我們一早已經在這裏 但我們現在所說的 沙地阿拉伯 是1913年才成立的 我們說的伊拉克 在1932年之前是不存在的 我們說的黎巴亂 在1920年才成立的 我們說的 敘利亞 在1941年之前是不存在的 我們說的 約旦 在1946年之前不存在 科威特 在1961年之前是不存在的 如果說以色列人 你沒有資格 歷史不夠悠久 我們一早已經在這裏 那麼 他們自己也有資格嗎 他們根本不是那種民族 他們只不過是一群難民 一群難民 在那裏 然後自己認為自己是埃及人 又說自己是不同的民族 巴勒斯坦人 但是那些人種 一早已經絕重了 而以色列 在1948年在那裏立國 所以這是第2個理由 歷史上已經證明 以色列根本不需要割地求和 那裏是他的家 由頭到尾 而第3個理由就是 這塊地其實是沒有任何人想要的 但是當以色列取得了之後 他們的氣溫 天氣 氣候也變了 而那塊地方成為全世界其中最肥的地方 而以色列的技術 亦是全世界唯一的民族 是可以將沙漠變成綠洲 而他成功做了 但是做了之後 現在個個都說要 個個都說一早是他們 個個都說由頭到尾都應該是 他們才是擁有的主權 才是現在搞到那麼多事件 所以到了第3點 你會看到根本這是人類的自私 以及傳媒 從頭到尾都妄顧了歷史事實 亦妄顧了公平公義 全部就是你阻止地球 阻止和平 和繁榮安定 所以就要他們迫使他們要割地球 但是從頭到尾 你會看到以色列 他本身都是以非常和平方法 去自處 從頭到尾都要看到恐怖分子也好 旁邊中毒國家要打仗也好 你會看到全部傳媒所站的 哪邊惡 他就站在哪邊 而第4個理由 就是按著公平公義和人道主義 其實以色列都應該要擁有這個地方 因為事實上我們知道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在歐洲 已經有600萬的以色列人 被屠殺 原因就是根本他們 自從 離開了耶路撒冷之後 他們在全世界拋來拋去 他們根本就在不同的地方做奴隸 這些地方就會被人迫害 所以這麽多年當中 因為他沒有一個 屬於自己的國土 所以他在蘇聯也好 在德國也好 在不同的國家裏面也好 都是受到虎代 而事實上死了非常多人 但事實上以色列人所要求的 都不是很多 在中東現在這塊 他們要的地方 其實 是奧克拉荷馬州的七分之一 是我們說的 喬治亞州的七分之一 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甚至連美國一個州的尺寸 他們要這麽小的地方 但是全世界都要針對他們 要他們一定要從這個地方 離開 或者割地求 第五個理由 就是以色列的存在 其實才導致 我們所說的 世界上的政壇 這些政治 能夠穩定 因為實際上我們很有趣的看見 在歷史上 其實以色列根本一直 是喜歡民主 並且 他除了喜歡民主之外 他又喜歡另一個很相反的 國家 就是中國 你要看到在歷史上 聯合國 投票支持美國最多的 不是英國 不是法國 不是其他民主國家 是以色列 以色列比全世界的任何國家 更加支持美國的投票 關於民主 但是第二 你要看到 由以色列立國 為止 他一直都祝福中國 在他們的傳媒 在他們自己任何的外交關係 他們都是幫助中國 中國有災難的時候 他們是第一個 伸出援手 去幫助中國 第六個理由 就是以色列很奇蹟地 能夠去制止 在中東 這些恐怖襲擊 因為實際上很有趣 你會看到超賤的 以色列立國 以來 其實有四場戰爭 第一場 你會看到 就是獨立的時候 的1948年 至1949年的戰爭 第二場 是1956年 西乃山的戰爭 第三場是6日戰爭 1967年 第四場是1973年的 節日的戰爭 你會看到這四場戰爭 都不是他們主動打 他們全部都是被動 實際上 在波斯灣戰爭的時候 當時美國是打伊拉克的時候 你會看到 甚至以色列可以表達出 他那種愛和平 因為當時有39支飛彈 打入以色列 但是美國一句說話 就說你不要反擊 39支飛彈打入以色列 他全部都沒有反擊 而這也是他一貫不勞的作風 其實康勇九肯是身邊的人 其實想和梵明安還是以色列 是身邊的人想 你嗎 他 他